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民国初年的政党情况 上一集呢 我们就讲到了民国初年 建立了中国第一届国会 但也正是因为这是第一届国会 所以在经验上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但与此同时呢 当时中国在政坛上是博少凶辱 所以呢 在这第一届国会里 争执是非常激烈 有关全委员会和各国委员会的组织法规 一直到1913年10月才最后制定完成 因此在此之前 国会的议事过程中 各种法案既没有各专门的委员会为之审查 也没有全员委员会为之协调 任何法案的提出都是临时指定起草员 法案的审查临时指定审查员 这就造成了法案的起草审查讨论和表决 经常会引发很大的争论 这些争论呢 除了来自于个人的意见之外 主要是来自于政党的冲突 所谓政党的冲突 主要是国民党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冲突 国民党主张议会政治 那就是国家主权应该是由议会来行使 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曾经发表言论 申明中国采用议会政治的理由 主动方面呢 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问题 被动方面呢 是为了防止行政专制 来解除人民的疑虑 但是国民党的反对派 这主要是以进步党作为代表 主张权力在国家 而总统代表国家主权 进步党主张中央集权 扩张援手的权力 这和国民党的主张正好相反 那么由于国民党和进步党 分别有反政府和拥政府的倾向 所以在国会内外都是处于对抗状态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 第一届国会选举的结果 是国民党取得了胜利 众议院内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联合 和国民党的势力相反 参议院内呢 即使三党联合 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 那么孙中山就说 这代表中国的国民忠义于国民党 黄兴也说 国民党的政见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同 但是国民党的优势 这是袁世凯所不能容忍 袁世凯为了收两院的议员为己用 就使用了收买运动威吓等方法 并且以金钱接济梁启超 汤晃龙等人 使联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议员 合组了进步党 从而和国民党进行对抗 早在1913年春 国会选举刚刚完成的时候 袁世凯就对国民党籍的议员 展开了争取工作 他在上海 汉口 南京 天津 郑州等地 派人招待入京的议员 为之选旅馆 购买车船票 观察这些议员的个性 等他们抵达北京之后 再进一步的进行诱惑和收买 当时北京外城 大名鼎鼎的八大胡同 各个青银小班 都是袁世凯的派系 接下议员的中心场所 隔日一小聚 五日一大宴 极尽声色欲乐 使得这些来自于民间的议员 为之心当神咬 国会开幕 第一回合竞选两名议长 尤其是中原的议长 袁世凯支持汤化龙 为他收买选票 开盘的价格 每一张票 银元五千元 很快就增加到了八千元 乃至一点二万元 按照当时的物价 五千元已经足够去构田制产 一万元 直指小康之家 那么由于部分 国民党的议员被收买 汤化龙就当选为中原议长 那么袁世凯对于 国会议员的运动 除了临时收买选票之外 也对国民党籍的议员 做了多方面的诱惑 但是袁世凯 为了巩固国会中的支持势力 一方面以巨款 资助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党费 和竞争议长的费用 一方面呢 给予三党议员 每个月的津贴两百元 国民党籍的议员 只有广东议员 每个月是由广东方面 给予津贴两百元 江西议员呢 每个月是由江西方面 津贴两百元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袁世凯想借着 共和民主和统一党 以金勤 又使国民党议员 改入支持他的政党 就变得相对容易 当时国民党议员 改入支持袁世凯的政党 几乎每天都有 那么袁世凯的售买方法 也是多种多样 除了又是国民党议员 托党之外 还有不必托党入党 只要投一票 赞成一事 就可以得钱的这种情况 甚至还有不需要投票 只需要你不出席 就可以拿钱 另外呢 袁世凯还大出金钱 让重要的国民党人 出来自己组成第三党 比如像孙于军的政友会 刘奎一的向友会 温雄飞的谴涉 这都是和袁世凯的金钱资助 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不受收买的国民党议员 仍然占据着大多数 所以呢 即使国民党籍议员的势力 没有国会出力时 占据那么大的优势 但仍然足以和进步党抗衡 因此议案的表决和委员的选举 国民党和进步党会有胜负 那么部分国民党员 之所以受到袁世凯的分化 除了金钱的诱惑之外 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 也是重要的原因 宋教人遇害之后 国民党的其余领袖 都没有能够赶回北京进行主持 所以当时国民党的内部 他既不能联络其他的政党 而且自己本身的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当时国民党领袖在上海的主张 经常和北京的本部相左 让人无所适从 另外呢 国民党内也是和各派而成 因为当初宋教人想扩充国民党的势力 结果这个时候就造成 同盟会议派持非常激进的态度 但是稳健派则相对保守 另外呢 当时政府派是非常压制国民党的 动不动就说国民党想要谋判 说要镇压国民党 那么是非之变很难非常清楚 因此也造成了部分国民党议员心生退役 那么国民党在袁世凯的运动之下 先会有党员分出 建立了其他的小组织 那么进步党这边 也因为成员复杂 很快也分裂了 首先是部分的旧的共和党人分裂而出 另组了新的共和党 到了1913年90月间 部分进步党人和袁世凯的嫡系 另组了公民党 而部分进步党人 又和国民党人合组了民宪党 那么这种党派之间的分裂组合 对袁世凯是有利的 因为党派的情况越复杂 袁世凯越能操纵于各党派之间 但是也有政党精英 看到了袁世凯的这种构想 所以也组织联合起来 以抗衡袁世凯 当时抗援党派 还是以国民党作为结合的中心 国民党自从宋教人议案被揭露之后 内部就分为了激烈和稳健这两派 稳健派主张依据法律 制成完备的宪法 从而来束缚袁世凯的政治活动 那么激进派则是主张南下举兵讨员 那么到李略军在虎口起兵的时候 一定有部分的国民党议员 已经先行南下 留在北京的重要的国民党议员 只剩下吴景莲 李兆甫 张耀增 古中秀等人 那么很快 袁世凯就下令 在京的国民党理事长吴景莲 在三天之内 必须要开除黄兴 李列军 百文卫 陈其美等人的党籍 那么吴景莲就被迫从命 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的士气 打击是很大的 所以当众议院再次开会的时候 国民党的重量级议员李兆福 就以身体健康作为理由 辞去了宪法草案的委员一职 1913年8月7日 国民党两院议员数十人 在北京本部开会 宣言不变更组织 维持现状 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做政治活动 8月27日 袁世凯以串通乱党作为借口 逮捕了国民党议员 朱念祖 张我华 丁向谦 常恒 刘文革等七人 那么两院议员就此事 提案质问 袁世凯一概不理 1913年9月3日 参议院因为议长张继已经南下 所以就补选议长 国民党推举了王正廷 王正廷是当时的副议长 进步党方面推举了王家香 选举结果 王家香以111票当选 王正廷以93票落选 那么国会中的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势力 虽然会有消长 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 仍然极力地维持着国会的体制 在1913年七八月到九十月间 两院就医院法 参议院议事规则 众议院议事规则等 已经完成了立法手续 并且进行组织了全委员会 同时还选举出各常委员 委员长和理事 参议院在10月17日 推举了全院委员长 国民党籍的林森 以131票当选 10月20日到22日这两天 还分别选出了 12股常任委员和委员长和理事 就这样呢 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和各股委员会 就成立了 不过成立不到半个月 国会就被暂停了 实际上 全院委员会和各股委员会 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 众议院是在1913年10月27日 选出了全院委员长 国民党籍的议员张晓曾 以235票当选 至于各股的常任委员 在10月29日投票选举 但是直到10月31日 也没有彻底完成 到了11月4日 国会被暂停 所以当选的名单 最终也没有公布 那么从选举的结果来看 当时两院的全院委员长 都被国民党所得 参议院的12股委员长 已知者11人 国民党占9人 进步党占1人 无党籍者占1人 那么参议院的12股理事 已知者11人 国民党占9人 进步党1人 无党籍者1人 所以可以看到 在国会被暂停之前 国民党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 所以袁世凯 才不得不停止国会 那么低界国会 在委员会的选举这方面 出现了争论之外呢 另外他争论最为激烈的 就是一系列的议案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宋教人被暗杀案 澳国借款案 大借款案 俄蒙协约案 国民党启兵案 和预算案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请不吝点赞